一人周秀娜在香港尖沙嘴某酒店出席活动 今日很少在香港露面的周秀娜 自曝最近正在和张志玲拍一部贺岁片 之后中间有几天假期 紧接着便要开拍另一部剧 角色饰演特工 那新剧又要拍打戏 怕不怕旧幻复发呢 对我发现就是旧幻发现真的很难好 因为最近在拍的这个贺岁片 我说的也是我是一个高手 就身手很好 所以也有些动作 就之前也有在片场的时候也有受伤 对但是几乎都是就是身体的旧化 还是要自己好好的去多加注意吧 但是觉得是一个蛮好玩的角色 对 另外周秀娜去年年底时成立个人工作室 今年工作室正式起步 不知道运营起来 有没有什么困难的地方呢 很难 我觉得难在因为之前就是自己除了拍戏以外 还有又要就是忙工作室的事情 然后这个又是我不熟悉的地方 所以变成可能对于我来说 是一个蛮大的压力 但是希望但是今年到现在为止是一个慢慢渐入家境吧 对所以还好算是一个蛮好的锻炼的机会 那一直忙于工作的话会不会没有时间拍拖呀 毕竟除了工作之外感情室也是人生中一个蛮重要的课题嘛 没有没有时间想感情对 因为是太忙了 因为除了拍戏还有工作室 然后还要就是要好好的去注意自己的身体 所以几乎都就身体已经已经没有时间去打理它了 所以感情的事情真的真的没有时间对 所以我现在还是单身状况 如果大家觉得 欢迎大家随时来宣问我 对